女人敲了敲客房的门 胖老板热情地把她请进屋里 两人简单地谈了几句工作上的事 胖老板就迫不及待地 要求女人和她一起去浴室 女人听了很生气准备离开 胖老板当即威胁她 要是不乖乖听话 生之加薪 只听没戏 你就是跳槽去别的公司 我也有手段让你无法立足 两人说的正激烈 突然间客房开始剧烈晃动 整栋大厦顿时发生清邪 屋内的家具被撞得东倒西外 好在女人及时抓住了柱子 但胖老板却倒在了玻璃窗上 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电话 迅速赶到现场 消防员抬头一看 大厦呈现出清邪的姿态 肥胖的男人趴在玻璃上动弹不得 队员们立刻现场制定营救计划 奥六佛和瑞安沿着云梯来到四楼 取出工具猛力撒开玻璃 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情况 大厦随时面临坍塌的可能 消防员一不留神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好在两人身形矫健成功进入客房 听到消防员的喊声后 胖老板毫不客气的说先救他 出去了会有重力答谢 女人则怒喷胖老板就是个婚求 此刻消防员有些无奈 但颇于职责在身 绝对女士优先 瑞安把绳索绑在腰间慢慢走向女人 清晰的地面太过光滑 瑞安每走一步都必须格外小心 来到适当的范围内 瑞安抛出手头的绳索 让女人绑住身体 这时清脆的声响惊醒众人 胖老板身下的玻璃开始出现裂痕 瑞安告诉他别紧张 自己和队友会救他出来 但要想接近胖老板 就必须先把障碍物挪开 就在两人紧张搬运的途中 整栋大厦再次发生晃动 玻璃逐渐出现无数裂痕 无法再继续承受胖老板的重量 K已经为时一晚 摔下去的胖老板当场领了盒饭 突然女人因为没有抓紧绳索 沿着地板迅速滑向大厦外 好在瑞安及时抓住她的手 这才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但接下来 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小女孩去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宠物狗 正准备逗她一起玩耍 突然桌上的杯子开始晃动 紧接着整间餐厅渐渐剧烈摇晃起来 大家察觉这可能是地震 可是由于太过突然 所有人都被吓得惊慌失措 爸爸见此情景 急忙去找女儿 女儿抱着小狗大喊着爸爸 爸爸想冲上去救他 眼看还有几步的距离 突然间抬住断裂 餐厅的地板迅速塌陷 好在爸爸眼睛手快 紧抓地板这才没有掉下去 但是地震的余波显然还没有结束 整栋大厦大幅度倾斜 里面的摆设被装得东倒西歪 爸爸好不容易爬了上来 没想到第二波余震马上袭来 不断有脱落的砖石从上方掉落 好在爸爸平安无事 可女儿却掉到了下面 很快救援中心接到报警 赶到事故现场 消防员抬头一看 倾斜的大厦随时可能坍塌 队长将消防员分成两组 自己亲自带队 闯入地下层搜寻幸存者 然而就在搜救的途中 艾莎意外受困 眼界无助可逃 她渐渐心生绝望 于是掏出手机 打算留下一言 想到还在等她回家的亲人 艾莎再次鼓起求生的动力 她找来工具 不停地朝着一个方向挖 经过一番努力后 她终于挖出一个小洞 一条可爱的小狗钻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艾莎忍不住笑了 她隐约感觉到 小狗能带她逃出去 于是她紧紧跟在小狗的身后 直到发现小女孩的存在 可困在此地的两人 又该怎么出去 这时消防队收到紧急通知 由于存在余震的风波 大厦的处境岌岌可危 全体队员都必须马上撤离 但队长担心艾莎的安危 决定和肯尼斯前去营救 当他们赶到地下三层时 通道的入口被坍塌的重物 彻底封死 尽管没有大型搬运的机器 但这并没有难道两人 经过搜查 他们找到了一箱车钥匙 选中其中一把 按下开锁键 随后将铁链的一头 系在号车上 另一头绑住障碍物 可是障碍物过于巨大 铁链突然断裂 两人只能徒手搬运 就在这时 身后出现两名队友 紧接着队友们陆续出现 队长尖壮露出欣喜的笑容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大大小小的石块 慢慢地被清理出去 随着最后一块石板的落下 可爱的小狗从里面蹦了出来 后面便是背着女孩的哀伤 最终女孩与家人团聚 消防员虽然违反了规定 好在最后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变幻莫测的天灾人祸面前 所有人都会感到恐惧 只要愿意携手共度难关 再多的危险也只是过眼云烟 女警官哼着小曲心情愉悦 刚准备交科孔酿糖解解禅 突然间小河里的口香糖四处飞溅 桥体开始剧烈晃动 颠簸的汽车变得难以控制 巨大的裂痕出现在高架桥的表面 还没等女警官缓过神来 前方的汽车从断裂的缺口跌落 等到弥漫的烟尘散去 女警官这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她来到缺口处查看情况 坚固的桥体因为地震来袭 已变成两阶 桥下布满了碎石和遇难车辆 消防员立刻跑到高架桥下 查看情况 发现受伤的幸存者卡在车内 浓烈的汽油味扑鼻而来 消防员意识到事态危急 汽车一旦沾染火星随时可能爆炸 正当他从车里掏出工具时 回头一看 汽车竟然已经开始着火 于是他又从车里取出灭火器 可三罐灭火器根本解决不了火事 男人此时的情况也又发危急 更可怕的是 由于汽车撞毁油气管道 还会有持续不断的汽油上升 随着温度的升高 正如车体的汽油发生爆炸 受伤的男人感觉就像置身在火炉中 正当消防员六身无主的时候 这时他注意到不远处的水泥车 可是没有车钥匙又该怎么发动 于是他跑向自己的汽车 就在刚刚他抓捕了偷车犯 情况危急 只好请求对方出手帮忙 好在小伙子并没有让他失望 通过丝滑的操作成功发动了水泥车 就在汽车即将爆炸的时候 水泥快速浇灌在车体上 不仅燃烧的烈焰被成功扑灭 就连泄露的油气管道也被堵上 随后消防员及时赶到 车内受困的男子终于获救 这是一场别出心裁的吃货比赛 参赛者吃不到美味佳肴 而是要看谁能吃下更多的虫子 就可以成为冠军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看到眼前的一幕 消防员们惊呆了 这群参赛者不断地往嘴里塞虫子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拼命 仅仅是为了得到奖品 一只蜥蜴和五百美刀 这只胖男人突然倒在地上 消防员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艾莎发现他的呼吸道被堵 急忙为他带少呼吸机 但由于阻碍物过大 根本无法往体内输送氧气 没办法 只好用钳子夹出异物 过了一会儿男人醒了过来 却不断有蟋蟀从他的嘴里飞出 女性参赛者吐槽他是个垃圾 下一刻他就成了另一个倒霉蛋 同样有虫子不断从嘴里爬出 没想到为了得到奖品 真的有人可以什么都吃 猛男展现强健的臂弯 试图拿下一年一度的尖美比赛冠军 然而就在观众贡献掌声的时候 台上的选手却发生了意外 展现弓二头即使 男人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身后还跟着金发碧眼的女记者 艾莎夫初步观察后 断定男人是患了低纳血症 男人告诉众人 为了展现更美的肌肉线条 不会出现水肿的情况 自己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喝水了 当队长询问他 有没有服用药品时 男人开始变得有些支支吾吾 声称自己并没有服用 故纯类的药品 并下意识地撇了眼摄像机 队长顿时心灵神会 让记者退后 他立即告诉男人 如果我们贸然对你使用生理盐水 你却又没有说实话 将很有可能出现肾衰竭的症状 男人看到记者走远 便说出了事情 为了快速降下体重 比赛的前一天晚上 他用使用过利尿剂 考虑到男人的身体状况 消风员们将他抬上担架 但一旁的记者却大为不满 明明是想禁忌旅拍摄紧急营救的画面 为什么关键时刻要拒绝拍摄 队长听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没有人会希望自己被记录下痛苦的时刻 做采访也不一定要用摄像机拍摄 每个人都有求胜的心理 但为了达到目的采用走捷径的手段 哪怕赢了也不光彩 输了更是颜面扫地 女人正在祭拜逝去的亲人 身后突然出现一道诡异的身影 步履蹒跚地向他走来 女人察觉到异样 转过身后 却被对方的容貌吓得惊叫 就按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发现受成皮包骨头的男人并不是丧尸 而他的身份其实是挖木工 就在半个小时前 他和同伴正在开绝木坑 突然从墓地深处传来强烈的犀利 男人幸运躲过一劫爬了出来 但是他的同伴却被吸入地底 可尼斯查看坟地后得出结论 队长意识到事态紧急 立刻展开营救 当大伙靠近木坑时 沙土竟再次发生塌陷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 奥利弗断言 墓里的男人肯定已经没救了 毕竟他已经被埋进沙土里半个小时 但队长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塌陷的地段应该有气窝存在 于是他取来热成像仪进行检测 很快就发现了男人的身影 为了保证营救计划的实施 他们随即在木坑周边放置了几块木板 奥利法挥动锄头继续挖掘 没曾想片刻功夫 周边的地面竟再次塌陷 这也证实这种方法难以实施 营救计划就此陷入僵局 直到艾莎发现不远处的挖掘机 于是他当机立断爬上驾驶座 决定为大伙展示高烧的表演 随着挖掘机的加入 挖土工作也渐渐变得轻松 没一会儿功夫 便挖到气窝的位置 所幸的是 男人恰巧就在这里 由于棺材发生清洗 又被塌陷的沙土遮盖 男人躲在逼泽的空间 侥幸躲过一劲 在消防员们的合力下 男人被送上担架 准备送往医院 然而艾莎的脸上却充满担忧 虽说刚刚是在救人 但在他看来 刚刚的举动冒犯地下的亡魂 奥利法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这些鬼神的说法 纯粹是无稽之谈 这番话就惹来了艾莎的白眼 突然从奥利法的身后传来巨响 挖掘机竟再次陷入分坑 目睹这一幕的奥利法 玄者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高维行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工作人员遵守相应的规则之外 更应该时刻留意周边的情况 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这件头做生意 竟然有生命危险 客户投诉 体验感不行 要给差评 轮胎店老板第三下气加大折 对方才肯善罢甘休 可老板憋了一肚子火 无处发泄 挂断电话后 当即爆了粗口 受完还不解气 又一脚踢飞了一拉罐 没想到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 不巧的是 冲击泵的气嘴 直接灌出了他的屁股 每平方一百磅的气体 立刻注入全身 老板没一会儿就变成了猪头 员工健壮立即拨打了救援电话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他们到达后 发现患者已经奄奄一息 再不立即抢救 会有生命危险 五名队员齐心合力 将他裁了出来 艾莎带上听诊器 对患者进行检查 发现他的体内 已经注满气体 并压迫着器官 肯尼斯准备为他注射镇定剂 可体内强大的气压 让他没办法扎破皮肤 就连氧气管也无法输入氧气 患者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 体内的气体开始让他的器官衰竭 消防员认为 必须立即把气体放出 奥利弗取来刘志珍 准备从患者第二根肋骨旁边插入 但从一多年的瑞安却提出 应该扎在第五根肋骨附近 那里的胸壁薄 伤及器官的几率更低 众人经过商议 决定采用瑞安的方案 奥利弗解开患者的衬衫 瑞安取来剪刀划开内衣 瞅准位置后精准扎入 体内的气体从刘志珍的针孔被派出 老板膨胀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 没一会儿他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队友不仅对瑞安投来赞许的目光 随后老板被抬上担架 迅速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心浮气躁倒不如心平气和 暴躁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妥善应对冷静处理 这样才能让所有棘手的事变得圆满 老人体内有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榴弹 消防员冒险将它取了出来 下一刻 急救车被炸腾废铁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老人的大腿已经血肉模糊 随着他的叙述 消防员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老人是位古怪的收藏家 他闲着无聊 从二手市场买回一颗榴弹 在把玩的过程中不小心出动引线 结果发生意外 直接爆炸 大量金属碎片 扎进大腿的骨肉里 骨动脉被严重划伤 消防员认为事态非常紧急 必须马上将老人送往医院 但就在救护车开往医院的途中 Oliva准备给老人换止血绷带 一旁的瑞安发现了一样 老人体内的不是演习弹 叫顶救护车后 热安向大火解释 发射式榴弹是由推动榴弹的火药 以及引爆榴弹的炸药两部分组成 老人体内的榴弹之所以没有爆炸 是因为装有传感器引线的原因 要是离开传感器太远 就会马上被引爆 这也意味着老人不能再送去医院 虽然已经通知了拆弹专家 但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才能赶到 很显然 老人难以坚持到那个时候 就在如此紧张的时刻 瑞安提出让他试试 因为他从军多年对武器有一定了解 Oliva也决定留下来帮忙 随后两人带上工具上了急救车 但取弹的过程并不轻松 瑞安必须保证 被取出的弹头停止旋转 因为传感器是根据子弹射出后 弹壳旋转的圈数来判定距离 一旦操作不到 车上所有人都得完蛋 此刻两人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将榴弹取了出来 见危机解除 消费员立刻带上老人迅速离开 一分钟后 急救车被榴弹引爆 明明急救车是无辜的 到头来却成了牺牲品 老人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危险品的风险是不可预知的 切记 收藏的同时 安全同样重要 为了登上热搜拍行榜 所有们决定拍摄惊险类视频 博取流量 他们往微波炉里倒满混凝土 又给男人套上9块9的塑料袋 还贴心地送上一根呼吸管 准备救医后 就把他的头按进微波炉里 所有们幻想着从此之后迅速爆红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这时男人的脑袋已经和微波炉合二为一 月安取来工具 准备拆卸微波炉 艾莎经过检查发现 男人的心跳非常快 很可能是唾液挥流导致心理不齐 这时男人突然站了起来 感觉头大的他想着放松放松 可是他低估了脑袋的重量 脚下重心不稳 下一刻他就掉进水池里 月安和奥利弗立刻跳了下去 将他从水底捞了上来 这么一闹 男人的情况更加危险 原本有30分钟的救援时间 现在只剩下仅仅30秒 留给消防员的营救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有看到这一幕差点崩溃 肯尼斯立刻对男人实施心脏复苏 微波炉也很快被拆了下来 奥利弗调整呼吸 拎起铁锤砸了上去 经过一轮暴力输出 男人头上的混凝土被尽数砸落 艾莎马上给他戴上氧气罩 肯尼斯同步为他做心脏复苏 好在男人最后终于苏醒 所有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没曾想这时候 他们也不忘拍视频 好哥们的性命 似乎远没有流量来得重要 队长看到他们的做法非常气愤 取过手机直接丢进水池里 他们不关心好友死活 反倒关心视频会不会上热门 这还算是个人吗 一个亮妹进来取钱 没想到ATM竟然吐出求救纸条 可是他并没有在意 转身就把他丢进垃圾箱里 随后进来一个老超男 刚起完钱没多久 ATM再次吐出求救纸条 老超男环顾四周 还以为是什么恶搞节目 撂下狠话 哥可是见过世面的人 随后就匆匆走了 紧接着又进来一位美女 可ATM没有吐钱 反倒出来一张求救纸条 上面写着救救我 我被困在机器里面 没取到钱又遭到如此恶搞 美女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线员听了很是疑惑 可美女一再表示 机器取不出钱 里面隐约还能听到求救声 看样子事态远比想象中严重 消防队很快去车来到事发地点 根据银行反馈的消息 早上派了技术人员去维修机器 之后就再也没看到他了 很有可能已经被关在了里面 消防员随即展开营救行动 他们将软管摄像头 塞入机器内查看 发现男人真的被关在里面 队长取来切割机毁掉门锁 两名队员拿来撬棍 猛力顶开门 随着门板的落下 男人终于被解救出来 然而一拨未平一拨又起 帅哥购买了一枚昂贵的钻戒 因为他准备向女友求婚 他担心跪在自动扶梯上 申请告白 楼上的女友寄兴奋又开心 没曾想男人突然掉了下去 紧接着被运行的扶梯卷了进去 由于事情太过突然 女友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经过调查发现 负责检修扶梯的技术人员疏忽大意 最后没有安装好探板 倒霉的男人不幸中招 申尼斯跳到下面查看情况 索性男人还有呼吸 嘴里还不时念叨着女友的名字 听到他还活着 女友稍稍输出一口气 可危机并没有解除 电梯的传动链深深插入男人的大腿 鼓动脉已经严重受伤 可现在不能贸然把传动链移开 因为他即是罪魁祸首 也在此刻起到了止血带的作用 眼下这种情况 只有将男人和传送链一起驱逐 这才能确保男人的安全 肯尼斯用大号钳字 剪断传送链的线路 但因此牵扯到了大腿的伤口 男人发出痛苦的哀嚎 经过消防员的紧急救援 男人终于被解救出来 只是由于大量失血 导致他非常虚弱 可即便是这样 持停的男人依然想问女友 愿不愿意接受他的求婚 而此刻女友已经戴上了钻戒 眼神中流露出温柔和关切 很显然 他已经答应男人的求婚 得到女友爱的回应 男人宽慰地笑了 突然他浑身剧烈丑出 秀压急剧下降 呼吸变得微弱 连脉搏都停止了 肯尼斯竭力为他做心脏复苏 但奇迹并没有发生 两个相爱的情侣 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 阴阳两隔 如果当初维修工人认真工作 也不会迎来如今的悲剧 虽然这是一场别墅心裁的求婚 但却因为一场意外变成悲剧 出门在外 很多因素难以预料 请大家务必牢记安全第一 女人摆出优雅的姿态跪在地上 整个脑袋竟然塞入汽车的排气管里 旁边的男人解释 他就想看看排气管到底有多粗 能不能把他的脑袋整个塞进去 果不其然实验失败了 女人的脑袋卡在里面无法拔出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肖黄元感到很无语 奥利弗侧身钻入车底查看情况 瑞安地去赤字 他接过后测量管子长度 艾莎安慰着女人的情绪 众人商议过后制定出营救方案 看到肖黄元准备直接上电锯 男人急忙劝足 并表示女友的头背卡是他祸该 怎么能割爱车的排气管 队长也不惯着他霸气回队 男人被枪的说不出话 准备究极后 消防员展开营救 旁边的美女突然向奥利弗索要号码 希望他晚上抽空 一起深入交流 但奥利弗无情拒绝了 美男子瑞安同样被看上 不过他也选择拒绝 一旁的肯尼斯眼红了 以工作为由推开他们 随后队长躺在车下 开始电锯切割 伴随着火花四溅 管子被成功切割下来 为了保证女人的头不会弄伤 奥利弗连忙挤出润化剂 紧接着把残余管子去走 看到营救他的消防员 女人难以相信 这行还有这么多帅哥 队长安慰他 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 要趁早去医院 女人听了露出汗厚的傻笑 消防员们瞬间明白 女人会钻进汽车排气管 不是没有原因 这年头千奇百怪的事情不少 但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奇心 去尝试一些危险举动 你敢相信吗 那些整天喊着减肥的胖子 怎么都不会想到 臥肿的脂肪会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消防员抬头一看 惊讶地发现 保安卡在墙缝里 据说喊了几个小时才被发现 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原来就在昨晚 保安发现大厦楼顶有人 当他快速跑上来的时候 一群混混正在墙上涂鸦 于是他立刻去追赶他们 可伸手敏捷的混混 很快跳入对面窗口 保安跨过栏杆奋力去追 瞅了眼深不见底的楼缝 他鼓起勇气 纵身跃向对面 可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没能完成跳窗的撞举 反而把自己掉在半空中 没一会儿因体力不支掉了下去 好在臥肿的大肚男及时卡住墙缝 没让他摔成肉饼 奥利弗让他双手举过头顶 这样用绳子套住身体 就能将他拉上来 可保安刚伸出手 身体突然迅速下滑 队长赶紧叫停 于是改换策略 跑进大厦楼层的办公间 女巫主看着他们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 紧接着队长开始用电钻 在墙面上遭动 没曾想差点刺穿保安的身体 吓得他一时大喊妈妈 趴在窗口的艾莎 将情况告诉队长 队长立即在男人下方做了标记 让奥利弗拎起大锤 开始砸墙 见此情景 女巫主问出心中的疑惑 队长告诉他 这面的墙壁堡 砸墙救人 会为他们省下不少时间 并保证会有专人负责把墙砌好 每过一会儿墙面被砸出大洞 队长告诉保安要理应外合 拉他下来的时候 记得收缩肚男 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 保安被成功解救出来 好在仅是肚皮有轻微擦伤 身体并没有大碍 任凭保安怎么都不会想到 本来准备减肥 却因大肚男而获救 或许是老天爷不让他去减肥 毕竟这身肥肉在关键时刻能救命 漆黑的夜晚大雨滂沱 山路路段发生严重的车祸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消防员经过观察 发现翻倒的车内有五名乘客 两名队员迅速取来千斤顶 隔在车底 另一名队员又撬棍 凿开后座车门 从里面拽出两名受伤的乘客 爱莎发现司机已经身亡 被救出的少年立刻被带上氧气罩 爱莎让他讲述车祸的经过 少年却表示 当时朋友在嬉笑气 下一秒就发生了车祸 爱莎瞅了眼一地散落的白玫瑰 隐约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随后他告诉杰拉德队长 同时发现车子的保险杆上 有黄色的油漆 由此看来很可能是追尾事件 这附近一定还有另一辆肇事车 看到杰拉德队长迟疑的表情 肯尼斯在一旁却表示认同 但杰拉德队长对艾莎没有好脸色 随后队长便命令他去解救其他的伤员 艾莎却一再坚持 要到山坡下查看情况 肯尼斯好言劝告 服从命令是每一个消防员的基本原则 但艾莎坚定地告诉他 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 只有确认山坡下没有人 他才能安心 肯尼斯担心他会出意外 于是就跟在身后下了山坡 很快他们便发现已经没了呼吸的男人 沿途又找到了浸水的鞋子 还有发光的路灯 艾莎断定水里的车子一定有人 经过一番搜救 他从车里捞出一个孩子 此刻孩子已经陷入中毒昏迷 艾莎当即对他实施心扉复苏 但连续的心脏按压 孩子没有丝毫反应 哪怕肯尼斯劝他放弃 艾莎却依然坚持为孩子按压 终于在他的努力下 孩子渐渐苏醒 艾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也正是因为消防员的坚持 宝贵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他们秉承着救人至上的道理 临近圣诞节了 溜水线上的工人加班加点的干活 想争取早点将圣诞老人的订单完成 这时主管突然发现传送机不动了 于是自己爬到上面解除故障 当他修复完毕准备离开时 挤其手臂突然启动 他来不及躲闪不幸被击中 直接衰落在纸箱里昏厥过去 随后填充泡沫不断倒入将他掩埋 这边的工人还不知情 继续打包纸箱并贴上快递单 装载着活人的包裹就这样被送了出去 几分钟后主管醒了过来 他立即拨打了电话 告诉接信员自己被困在纸箱里 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无法出来 而且纸箱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他渐渐感到呼吸开始急促 察觉到事态紧急 工作人员立刻联系工厂 调查货物车的行驶路线 与此同时 主管感觉到纸箱停止了晃动 以为是消防队赶到马上就能获救了 不料纸箱竟是在送往飞机的途中 这也意味着飞机起飞后 被封在纸箱内的主管 会因为长时间的运输导致窒息而亡 好在救援中心及时赶到事故现场 成功拦截下准备起航的飞机 他们迅速进入机舱展开营救 映如眼帘的一幕惊怠众人 被封严严实实的纸箱根本看不到受害者 正当他们紧张有序地开始排查 机舱内传来手机零声 由于声音太小 纸箱又多 消防员们无法判断哪里发出的声音 直到队长有了新主意 日安利用听诊器去检测声源 终于找到了存放主管的纸箱 队长用美工刀迅速将纸箱划开 此时的主管早已经昏迷不醒 众人合力将他拽出来放在单架上 这时消防员发现他早已经没有了脉搏 肯尼斯立即开始心脏复苏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主管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 但消防员没有放弃 持续实施心脏复苏 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 将主管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圣诞节本该是充满惊喜的节日 但如此惊险的事故 女孩和父亲正在视频通话 他恳求父亲能到现场看自己的演出 但父亲却无奈地告诉他 自己有任务脱不开身 可女孩并不知道 父亲已经历经三十多小时长途跋涉 就是为了能准时抵达女儿的演出现场 好给他制造一个意外的惊喜 旁边的大神不断给他鼓劲 告诉他一定能够美梦成真 可士兵还是担心不能及时赶到 突然他发现前面的小偷正在行窃 被发现后小偷企图逃跑 但士兵的速度更快 上前抓住了他 士兵告诉小偷 只要他归还钱包就不报警 就在两人争执时 意外就发生了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原来是超速的卡车闯红灯 撞上公交车 幸运的是 公交车上的乘客大多是轻赏 唯独那名小偷的赏事格外严重 蹦见的玻璃碎片扎入脖梗 伤及大动漫 而陪伴小偷的人 正是刚刚斥责的士兵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消防员被小偷包扎好了伤口 随后便将他抬上担架 临走前士兵询问小偷的伤势 得到脱离危险的答案后 士兵回头 便把公交车内的行李取出 本想打开手机看看时间 没曾想 手机意外被甩坏了 这时逗留在现场的大婶 告诉消防员有关士兵的事 她正准备赶往女儿的演出现场 因为刚刚的意外 很有可能赶不上了 好奇的瑞亚联盟上前 告诉士兵愿意烧他一程 士兵非常感激 在车上换下了脏兮兮的衣服 与此同时 站在台上的女儿 还在期待父亲的出现 却始终看不到父亲的身影 眼神里不免流露出失望 就在即将开始表演的前一分钟 女儿发现了 及时赶到礼堂的父亲 一家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士兵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一个称职的父亲 永远是在孩子需要他的时候 给予他们足够的鼓励和陪伴 被麻醉的女人 幻想手术结束后 能重拾18岁的青春 可她苏醒后就发现 所有人都死了 病房内只有她一个幸存者 女人被眼前的惨状吓到惊叫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服事故现场 消防员全体穿戴好防护服 奇怪的是 诺娜的医院不仅没有人 就连一点的声音都没有 队长拿出仪器进行检测 仪器上的树脂表示一切正常 随后消防员发现了 倒在地上的医生 检查后发现医生 只是陷入了昏迷 这时队长听到女人的惊叫声 急匆匆地感到病逝 发现她的薄梗皮肤已经被切开 好在注射过麻醉剂 并没有让她感到疼痛 但目睹这恐怖场景 大伙都感到有些不适 很快消防员调整好心态 迅速将压在女人身上的医生挪开 艾莎轻声安慰女人 女人贴后立即坐立起来 突然额头的皮肤脱落 艾莎把她的皮肤摁回原位 并在她的脸贴上冰敷面膜 经过肯尼斯的检查发现 所有医生并没有答案 只是陷入了昏迷 知识队长发现角落里的麻醉管 判断很可能是墙里面的管道破裂 造成气体泄漏 导致医生集体昏迷 而女人之所以这么快醒来 是因为她通过输氧管呼吸 这才幸运躲过一劲 当消防员来到隔壁房间时 发现了一群昏倒的装修工人 经过检查 果然是管道遭到破坏 其中还有个倒霉的工人 她的腹部竟插入巨大的巨片 要是贸然拔出 工人必定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消防员将她连同巨片 弹上担架 修不好泄露的管道后 整容女和工人一起被送往医院 女人最初也只是想重回青春 但出现了如此意外 估计她今后再无心情去整容了 开车行驶在公路的母女 为选择拿索大学发生争执 突然前方运输鲨鱼的卡车发生侧翻 车内的鲨鱼瞬间甩飞了出去 救援中心接到电话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可眼前的一幕 让消防员们难以置信 鲨鱼竟死死咬住男人的手臂 原来就在刚刚 男人正准备为鲨鱼浇水 没想到鲨鱼突然向她发起攻击 奥利夫上前准备解决鲨鱼 却遭到男人的劝阻 经过女人耐心地解释 消防员这才明白 这头虎鲨是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 他们本想把它运送到海边放生 不料在半路遭遇车祸 消防员深知虎鲨拥有巨大的咬合力 再拖延下去 男人的手臂极有可能会被咬断 他们立即制定实施营救方案 日元取来虎钳 撑开鲨鱼的力尺 男人的手臂慢慢被抽了出来 可就算自己已经伤势惨重 男人依然还在关心虎鲨的安危 队长感到非常震惊 眼前这个男人竟然把鲨鱼看得 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直到他目睹了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 不断为鲨鱼浇水的场景 队长似乎理解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随即吩咐队员用云梯车吊起虎鲨 在群众们的欢呼中 消防车提着虎鲨一路开到海边 直到抵达一处浅滩 随着云梯的逐渐延伸 虎鲨被缓缓放入水中 动物保护主义者随即解开绳索 虎鲨静止沉了下去 消防员的脸上写满了紧张 好在不久后 鲨鱼的鱼鳍出现在海面上 不断拍打的浪花 似乎是在向人们告别 大伙看到虎鲨安全游回了大海 都露出了笑容 海洋动物之所以濒临灭绝 是因为人类的大死捕杀 猴子还有很多热爱自然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动物的人 他们默默地奉献 希望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有栖息之所